这盘棋将决是蓬城棋王赛 吴俊强对战正维同志战 那红方上一步平兵 他准备了金炮打局啊 抢到这个点位 黑方局没有出路啊 就不好下了 所以呢 红方啊 这个棋要考验他 黑方能走的是放中炮 比较积极 他平足啊 没注意到这个棋 这一打之后啊 就只能推两步了 到这儿想把局拿出去 暂时呢 不太可能 红方马上掉局过来 这边随时一出路 这个马一走开就要提门栓 太厉害了 赶快知识结尾 那这儿就破掉他 再调整式准备随出来 那局势金也卡住 现在马可以硬走开杀中式啊 他就平局 不希望这个马威胁了他 那么到这儿以后 那回马当然是可以 但是不能急啊 他这里先来一个送兵 这什么意思 骗对方去吃 那黑方不敢吃呀 吃完会怎么样呢 马五锦三 这边叫杀你能打 但是他把局抽了 所以有这么一个骗局的棋啊 黑方不上当 红方这里出来 硬要走这个棋 太厉害了 那么战犬又不能出 出了试丢了 见到一面杀 所以他就禁局啊 想抓这个炮 把对方赶走啊 那红方这部相给打了 这棋走的确实是凶狠啊 到这儿他是支了个式 把对方扣住 意思是这么一面将军啊 把局给藏进去 那这儿的话 破式当然也能走啊 这样七个子就受一点风险 那打马也能走 他把他给将军啊 强调线 他走的简单啊 直接下来了 下一步再一冲或者一上马就完了 所以这个棋啊 就算你将军进去也没用 所以看着这个沙昭将至啊 无敌回天 这种东西认了 这盘棋啊 五金强获胜